大家好,跟大家汇报一下我最近的团队的一个动态 近期有一个我们这里年纪最小的一个00后的一个伙伴 他将要离开我们这里 然后回到我们之前上班的地方去 我的心情很复杂 因为大家不管是任何的团队成员 小伙伴,大家在一起玩都是很开心的 人有的时候如果不牵扯到工作 不牵扯到是非对错或者是利益的话 其实人人都很容易成为好朋友 但是一牵扯到这些东西的话 哪怕他是你的亲兄弟 爸爸妈妈 亲子女都会搞得很尴尬 我之前在国内做生意的时候 也拉过我 很忙的时候也拉过我爸妈 也拉过我弟弟 我老婆等等 都拉进来做事情 结果其中有一些不开心 但是因为所谓的血浓与水的关系 都过去了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令人很尴尬 因为工作上你只能实求是谈工作 你不能老是扯我们的兄弟 是吧 或者老是扯你是我老婆或者你是我爹妈 工作归工作 关系归关系 是吧 兄弟归兄弟 感情归感情 是吧 但是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小伙子 其实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是很开心的 因为他还处于00后 20岁不到的年龄 其实还处于无忧无虑的年龄 不知道创业为何物 也不知道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世界还有太多新鲜东西去探索 其实这个时候加入阿民的团队 阿民团队现在在创业中 起步中属于高压力下的 一个团队 所以他显然 嗯 不能说每个人有 不能说他有什么缺点 或者不能这样说 因为我们都曾经年轻过 年轻的时候 就是有年轻的那种 优点和缺点 或者说特点 他不能像30岁或者40岁的人那样 沉淀下来 开始有担当的 有追求的 有责任感的 其中精神的去处理一件事情 而且对于很多的遇到的问题 可以举一反三 对不对 可以触类旁通的去解决 但是年轻人可能 哎呦 懵逼了啊 因为他没有充分的社会经验 去应对很多问题 所以在这段时间过程中 我也看到了他的努力 但是 依旧是 小年轻的那种状态 所以依旧是处于 在工作上 我认为是一种 嗯 总是差一道 总是 差到火候 欠火候 嗯 但是呢 我压根就没有流露出任何的 嗯 意思啊 因为我在视频里也是公开说 私人团队啊 私人团队 我们就四个人一起走啊 他自己感到了压力 有一天我们在车上聊天 他自己说啊 我好像不太适合这个行业 他一说我都 我都蒙圈了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流露过这个意思 他说了以后 我沉默了很久很久 因为是这样子啊 既然你已经把这个话说出来了 人的 有的时候人的斗志 人这种 这种进取心 当一个人自我开始放弃的时候 那你再去试图去 鼓励他就很困难 所以 我也就避开这个话题 谈一个更 更广阔的人生话题 其中有一句话 我就跟他这样说 每一个人 都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 有些人他年轻的时候 18岁20岁 懵懂年龄 还不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就经营你的长处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去社会上去撞 去不断尝试 去发现自己 到底适合做什么 去发现自己 到底不适合做什么 一个人 所谓的事实而不惑 不惑就是 我完全知道 我是个什么东西 我的优点在哪里 我的缺点在哪里 我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 我喜欢什么 我不喜欢什么 年轻的时候 不知道这些东西 你得去去知道 然后经营自己的长处 我就说 当一件事情 你干了一遍两遍三遍 你还干不好 而且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快乐 脑袋在 脑袋在一次一次的降低 就第一次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新鲜感 第二次 第三次 新鲜感在降低 效率在降低 越做越差的时候 基本上就可以判断 你入错行了 这不是你的行业 一个人 他要在他的任何一个事情中 他做的时候会全情投入 有兴趣去做 会越做越好 越做 他的兴趣点会越多 每获得一个成就会很开心 遇到困难 会不去不拿去做 那表示这个行业适合你 他天然的在基因上 在某种说不来的一种化学反应上 和你在互动 那这个行业就适合你 反之就不适合你 不适合你就果断放弃 人不要经营自己的短处 那纯属浪费时间 我就跟他聊这个话题 我就问他 你回忆一下 你从小到大 这么长时间以来 你做什么会天然的 不需要人督促的 废寝旺事去做 就像丁俊辉 我记得 我依稀听过他的故事 丁俊辉和所有的中国少年一样 在学生时代就喜欢打台球 中国很多小伙子 男孩都爱打台球 大部分人都爱打台球 或者沉迷于某种游戏 所以他也是一样 他爸说 他又不能打 好好读书 没用 经过管教无方 就爱打台球 这个故事是我听说的 我不确定 这是不是真实的故事 然后丁俊辉 他就爱打这个 他爸算开明 也算脑袋 open mind 说 讲不听 好了 你给我把他打出 打出个名堂出来 你可以不读书 你就给我打这个 结果丁俊辉 成功了 是吧 做什么都可以 我记得在 街机什么电竞行业里面 有个叫什么 小孩的人 他名字叫小孩 他打那个拳簧什么的 那是亚洲第一 好像是 不知道是亚洲第一 还是世界第一 那谁都打不过他 他就打这个 就打游戏 所以打游戏也可以 玩滑板也可以 你玩啥都行 在中国没有那个环境 中国就说好好读书 考大学是吧 干任何事情都不行 都是邪门外道 就读书是正当 在美国不一样 在美国你干啥都行 你只要把 你只要这个东西 能让你 能勾起你持久的兴趣 你可以一直感兴趣 一直 而且一直能获得进步 一直能 不断不断不断 比别人厉害 那你就干这个 其他不要考虑了 所以回到 我这个行业 装修行业也是一样 很多人来美国 没什么选择 二民搞装修 好像还可以 我也去搞 你可以搞 仓库你也可以搞 卡车司机你也可以搞 什么你都可以搞 关键是 如果你搞了一段时间 你没有从中 获得任何的快乐和进步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放弃 因为你只是在浪费 自己的生命而已 所以我跟他 讲了这样的话 他估计是听进去了 我说你还年轻 这个时候你的优点 如果你 你的优点和特长 或者你的兴趣点 你发现了 就抓住他 不要放弃 你要知道很多人 他年轻的时候 把自己的优点 埋没掉 放弃掉了 过了十年 二十年 他的优点也没有了 他的缺点还存在 他成了一个平庸的人 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就是你本来上帝造人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结果你的优点 你没有发现 你父母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也没有通过 反复的去测试 来发现这个优点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 结果你的优点 天赋你的优点 被埋没了 被压抑了 过了十年以后 你的优点也不存在了 就好像阿明小时候 写毛笔字 画画 那是天生的 可以这样讲 同样的给我同学 给我同学的人 我们画同样的东西 我就画的比他好 但是我父亲 不让我走这个行业 所以我的天赋 被埋没掉了 我只是 我到目前为止 也只是比你们 对线条把握的准一点 你要我画的东西 我画的比你们好看一点 这就是基于天赋来的东西 我却没有经营我的天赋 但是幸好 装修和美术的东西 可能稍微带一点边 所以我觉得 每个人必须经营自己的优点 前提是 你必须要先发现 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你擅长什么 越早发现 越早去耕耘 就收获越多 你到了三十岁 还没发现 糟糕了 你这辈子估计就 估计就白活了 因为你活了半辈子了 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里 整天去经营自己的弱项 你要知道 同时赛跑 一个人强项在赛跑 你的弱项是赛跑 那你比别人要付出多少努力 才能勉强赶得上他一点点 你不可能超越他 你永远是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 那多 从你一开始你就失败了 因为你经营了一个你不擅长的领域 所以提醒一下所有的人 不管是做装修还是做任何行业 都要做你感兴趣的 你能源源不断的自我从中 感觉到快乐的那个东西 有人说我干啥都不快乐 开电视最快乐了 躺平最快乐了 那我就不好说了 总有某种事情会让你激起某种兴趣的 不是躺平 躺平是休息 躺平不是叫做事情 那是叫休息 人人都要休息 但是你如果一直休息 一直休息就颓废掉了 总有某种事情是你有兴趣去做的 去发现 拜拜